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事 行 没问题 好 行 没问题 那您哪天发 您明天发吧 我今天晚上 行 您发 好的 没问题 完了之后您的意思是在您们家打 没错吧 打这个我觉得最好是在北京 在北京打 没问题 没问题 我安排在北京打 没问题 在成都 我担心一个在家门口 不公平不公正 在北京 没事 您听我说啊 我为了这个钱 我在哪打都行 您让我去哪打我都去 没问题 需要都真可爱 没问题吧 那您就 钱是一个 也不是一个坏事 挺好的 我就为钱 我这人啊 不要脸 我那会点武功 我就为钱 那您明天发通告 这个电话您放心 我也不会到处传 完了我就跟您说一声 但是您要说话算数 但是如果您不打 陆老师 那您就此 整个洋制太极权 那咱就退出中国 以后这协会就消失 怎么样 我也不是完全为了要太险 实际上 实际老实话 你可以都把它录下来 给我出去 肯定 您同意了 我就录 没问题 我一直在网上说 你实际上给传统做出了巨大贡献 老师 我不要这个贡献了 老师 我不要贡献了 我就要这钱 你的存在 你的这个激励了 激励了这个船务 船务是很扎 但是你激励了 老师 咱们不说这些话了 我修耀东今天给您打电话 就是 等着您把这公告发出去 咱们就订好了 在北京 咱们写好了公告 完了之后 拿着钱 咱们比赛 输了的 您给我1000万人民币 没错吧 老师 对 你把它录下来就要发出去 就是1000万 就是1000万 不是100万 1000万人民币 好的 那您是输了 当时就给钱 不能拖我 没错吧 不能拖 不能拖 1000万人民币 完了 在比武 在北京比武 我北京 我可以咱们找任何的赛事 任何的权管都合法的比武 我把律师 我全请过来 咱们一边比武 律师全程录像 合理合法的比武 没错吧 对头 好的 那谢谢陆老师 那陆老师 您明天就发 好吧 完了之后 您方便的话 我加您个微信 好的 好的 好吧 完了之后 那您这手机号是微信吗 手机号不是 不好意思 那行 我给你发一个短信 您把您的微信号 您告诉我 我加您微信 咱们微信说 好吧 晚上我叫他们 因为我对微信 对这些全能训练不是很熟练 叫他们帮我加一下 行 行 行 好 那谢谢陆老师 咱就定了 明天 六月二十一号 二十二号 我就等您的这个公告了 公告完了之后 咱们电话就定 任何时间 我许晓东都在北京 完了等您比赛 好吧 好 咱们就今年吧 咱们今年几月 您说 不是今年几月了 这个对于我的 不是因为你这一件事 除了你 包括太前 包括自由搏击的 几夫 所有的一线的 实际上是个 我都想试试 您不用多试 您怎么买我呀 我不认他们 我就先给我打 我就问你 你别把你太大回事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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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回事 我绝对 绝对不是 那您告诉我 什么时候 咱们不能无限期 你说一百年以后 那没人等您 所以您得告诉我一个时间 是今年几月 还是明年几月 您把时间定出来 我的计划发出去 因为我跟 跟团队签了协议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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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哪天就哪天 不是 那您是团队签了协议 这个我不知道 那您那你告我个时间 您说不会很长 那你得告我个时间 因为您可在群里都发了 您可在群里都发了 我明天发出去了 都看到了 那行 那也就说明天您确定发消息的时候 把比赛的时间您给说出来 对吧 对 好 行嘞 那谢谢您 陆老师 咱们就随时联系着 那我先挂了啊 拜拜 大家好 我是徐晓东 2020年的7月3号 北京时间晚上20点 这些视频我都是过几天发 这是我被全 所有视频黄标之后拍的 看能不能再去申诉 反正现在都是黄标 但是我都要去继续发 首先跟大家说明 我要继续发 第二 有新的账户名称 有新的这个油管的视频的账户的话 我会通知大家 大家可以慢慢的一步过去到那边看 当然 这个老号我也留着 但是部分视频最新的呢 都放在那边 别着急 开始 今天我们是一个人的武林 三 今天讲的是什么 今天讲的是一千万先生 一千万太极先生 哦 我也 稍等 大家都 明白 谢谢 谢谢哥哥的支持吧 谢谢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2017年4月27号打完雷雷之后就爆了 全中国蹦出了无数个大师挑战我 就在这里就有一个叫成都阳市太极拳总会长陆行 也是银行的行 我管他要陆行或陆行都行 他挑战我 那会挑战东哥的人几十口子 我一天就有好几个挑战我 第二天我都忘了 昨天谁他们挑战我来着呢 我都忘了 所以说挺有意思 在2018年的时候呢 在成都的好朋友马玉为呢 说这个陆行啊 想见见你跟你聊聊 不挑战你了 聊聊去他们家 我说行啊 我走的哪无所谓啊 我马玉为我们俩就去了他们家 他们家里呢 他陆行本人和陆行的爱人 进来之后呢 去客厅跟我聊 自己去做什么什么这买卖那买卖的 你看我这四川的郊区 成都的郊区还有大别别野 那叫别墅是吗 啊 完了之后 说自己多有钱 完了之后就喜欢太极 我一想 哦 太极就喜欢盘这帮土老帽 完了之后呢 他就跟我说他多厉害 我说哦 厉害厉害 玩纳闷 他说那你叫我来干嘛呀 后来他带我呢 去他的练工坊展示一个亭子里 又是练铁纱掌的 又是推木头人啊 又这了一堆 说小东你看我这练东西不错吧 我说哦 挺好挺好 那咱们照张照片吧 很多人都跟我照相嘛 东哥非常非常的谦虚 跟所有人照相 有的时候坐电梯里有都照相 真的 而且很多有的人喜欢搭在我的肩膀上 其实我不在意这个 其实我不在意 可能方便比较在意吧 我不在意 就搭上吧 无所谓 那么这个陆行呢 就 陆行呢 就跟我照相 我们呢 照相 照完就完了吧 完了之后 我回到了成都 成都 成里 之后回北京 到第二天 第三天的时候 很多网友说 东哥 你怎么又去成都比武去了 还输了 我说啊 有这事 他说你看 有一个公路号写着 徐晓东 2018年几月 去阳市太极四川成都的会长 陆行家里比武切磋 被陆行打败 完了 鞠躬 拜师 合影 我说 这是哪跟哪啊 我就马上打电话给马玉为 马玉为说 我也不知道 小冬 因为我跟马玉为关系我们特别好 都说那赶快咱问问那陆行吧 我就问陆行 陆行说 这个文章不是我发的 我说 不是你发的 当时咱们就四个人在场 咱俩这张照片 那只有 要不然马玉为发 要不然你媳妇发 没有下面的人了 我跟玉为说 马玉为非常斩钉截铁的 我肯定不发这个 跟我说 我跟我没关系 后来我就明白了 这个陆行先生呢 就自己呗 自己找自己的台阶下 说打败了我呗 我呢 严厉的批评了他 我说您不能这样 这样的话咱们练武的人不能编瞎话呀 中国练武是讲究真实啊 你这编瞎话 这哪是传统美德呀 你这是臭流氓美德呀 这时候过了 在2018年的下半群的时候 下半年的时候 陆行亲自的宣布 在他的太极群里的宣布 拿出一千万挑战 徐耀东 徐耀东只要跟他打 给他一千万 他就给我一千万 证据就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 那么还有 还有电话录音 这是陆行专门跟我的电话录音 我全录下来了 东哥是这样 走到哪都保留好证据 如果你不害我 我不会拿出来 如果你害我 我就拿出来 公之于众 让大家来评判 很多人说 东哥就一张嘴 他们那么多骗子 你怎么说得过他们 拿证据说话 大家听录音了吗 陆行说就跟我打 就拿一千万 我说什么时候打 他说第二天上通知 第二天他托人又发了一公告 他说是拿出一千万 但是他首先要闭关 三年到五年之后 挑战全世界的泰拳的冠军 拳击的冠军 跆拳道冠军 挑战全世界的 就包括徐耀东 但是徐耀东呢 是不在他的范围内 都瞧不起我 那我说我这一千万怎么办呀 他也没提呀 后来他来一句 一千万呢 只是给徐耀东呢 开个玩笑 我说你是阳式太极拳 成都总会的会长 你身为一个传统武术大师会长 你居然出尔反尔 胡说八道欺骗群众 你的太极拳学到哪去了 阳式 杨鲁禅 祖师爷是这么教你学太极的吗 是这么教你学太极的吗 你们太极拳的宗旨就是骗人吗 所以我把这个都放出来给大家 妈妈我在打电话的时候 她拒绝接我的电话 后面有这视频 同时我发短信给她的时候 她三个字去你妈的 她在骂我 这就是四川阳式太极拳的会长 总会长陆行 我直接跟大家说 2018年那会经此一次 中国再无阳式太极拳 阳式太极拳不要恨我徐耀东 有三个人把你们阳式给毁了 第一个是邯郸的叫什么胡冠中 这是我在下几集会做 第二个就是明管全球的太极雷雷 第三个就是阳式成都太极拳会会长陆行 他们三个人除了坑蒙拐骗吹牛逼之外 没别的坑蒙拐骗吹牛逼 整整的把一个阳式太极拳给败了 这是今天给大家讲的就是这个故事 阳式太极拳就很多太极拳的害我 其实最开始害我的是阳式 所以徐耀东发誓 揪出阳式太极拳能打的来练 不能打的饶了 但是阳式太极拳有一个是一个 但敢再侮辱我黑我骂我 那我就把你的糗事全挑出来 什么阳式太极拳杨露禅杨无敌 醒醒吧中华朋友们世界华人们 首先给你们观点 杨露禅出生那个年代是几几年 你们上网查一下 那个时候的北京有一方诸侯 各种各样的犬种 不管是行义的还是八卦的东海川什么的 好多好多都在那个时代 那我请问杨露禅这个杨乌迪三个字谁起的 你们帮我查一下 有吗 没有 那么多武术大家 谁跟杨露禅切磋过 最后输赢有个定夺吗 没有 那杨无敌是怎么起的 东哥没有绝对证据 但是我自己可以做我自己的一下观点 杨露禅进京 他确实是在一些满清的王爷达官贵人的府里做客 做客 那么或者是当一些看门的应该是看门的 四合院嘛都有看门的 那么杨露禅看门的时候 他有一些太极拳的推手的理念 想教给别人 但是学他的又是谁呢 是那些王爷达官贵人 都是六七十岁 戎马一生退下来了 又不想提龙架鸟 又想五刀五枪 但是又掳不动了 那我玩什么呢 哎这个太极拳呀特别的慢 但是慢的时候呢感觉还有劲儿 感觉这动作还挺好看 这太极拳动作还挺好看 好那我跟你学 一传十吃传百 杨露禅呢就教这些王爷学了太极拳 那么王爷一打太极拳 在满清那个时代 是中国奴才盛行的时代 其中那个时代 其中之一 那么这个时候 中国老百姓都会拍马屁 都会当奴才 官员看见王爷们练太极拳 官员们练太极拳 富商子弟们看见那些达官贵人们练太极拳 他们为了拍马屁也练太极拳 中层底层的老百姓奴才们 一看主子他们练太极拳 为了拍马屁他们也练太极拳 所以太极拳本身这个拳拳 就是一个溜须拍马拍马屁奉承的奴才拳拳 奴才 这是东哥的一己之言 起码我会用我的嘴说出来 不犯法吧 不被谁抓吧 别说我玷污了 你们牛的话拿证据跟我说话 告诉我杨无敌跟谁打了 杨无敌三个字从哪传出来打 大家知道这个来历了吧 所以杨是太极拳呢 又被称为贵族的太极拳 又被称为贵族的太极拳 有的会被称为府内拳 就是都是身宅大院富豪练的 府内太极拳都这样 其实呢就是溜须拍马的养生健身操 咱们也别说太极拳什么都不行 养生太极两生健身操还行 跟现在的普拉迪瑜伽有一拼 这就是太极拳的用处 别听其他人胡说八道 东哥呀这是三 东哥接着出一堆 大家一定要保留 最好是保存在手机里上传到云端 因为指不定这些可能都看不见了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保持 东哥为了把这些历史的真相公诸余具 这些系列 东哥基本就不骂人 也不说当字 就网上传 都黄标了 我没有广告 大家看广告我挣钱 不看广告我没钱 但是我也要发 我实现我的诺言 我要把真相给大家 所以这个视频的前和后 都有我跟这个一千万的太极拳 陆行是怎么的瓜哥 给大家好好的看清楚 大家也心里有数 再说一遍 为什么东哥到现在还有那么多人支持 那么多越来越多的人支持 就是因为东哥做事占个礼 同时拿出了证据 把他们驳得哑口无言 陆行现在还欠我一千万人民币 所以我就说 为什么这么多传统武术的人 反而在他们眼里坑蒙拐骗 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呢 这件事让我很奇葩 很多人举报我就举报了 粉红水军你们举报 你们不知道徐晓东的脾气 徐晓东的脾气就是 你们越跟我玩这个 那我就跟你硬着来 咱们就试试 我说了打那天开始吧 7月1号开始 这事没完 东哥一分钱不挣照样弄 如果大家还想问一些 搏击武术的采访和一些提问 可以问我 我的微信呢 我前几个微信号都有 你们有了就别再加 我说几百遍 我今天我报的这个信号 好多老人加 有必要吗 我说别加 加了我就删你们 永久删除 大黑名单占用名额 我的新的微信号 是给这些没加过我微信的人用的 你们加了我微信的朋友们 咱们随时沟通 但是东哥一般都是晚上凌晨回复 因为我白天在上课 又看孩子 因为北京这个疫情也没什么签证 东哥没事就在微信里发一些个人魅力的广告 看有没有人过来买私交课 那怎么办呀 没办法呀 但是这个视频一定要继续的做 一个人的武林系列会非常多的集数 大家一定要保存好喽 太重要了 头七八级都是太极拳害我的 我这辈子害我最多的太极拳 干就先干太极拳 逼迷万岁 但再去说实话 太极拳继承了中国比较肮脏的传统 坑蒙拐骗 假大空 玩玄学 真正中国的优秀的传统 真 情 义 在太极拳里一样都没有体现 你们老说笑东胡说 那难道说中国的四大名著 你们没看过吗 四大名著每一个 每一个文章里头都是写的真 情义 真的 情义 红罗梦 贾宝玉他们的情 对吗 那么三国 君臣那种的情 水浒 兄弟般的情 对吗 那么西游记 西游记 师徒之间的情义 都是真情义 咱们中国真正的伟大的传统 美德 真情义 可是在太极拳里一个都没有 坑蒙拐骗 下集见 一千万挑战我 这就是杨氏太极拳的会长 我真没想到杨氏太极拳会长陆航会这样 出尔反尔一千万挑战薛耀东不接电话了 大家看一下 完了要当网红直播了 这是很可怕很可悲的一件事 对 可以 太极拳 太极拳 对 地 太极拳 在太极拳